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有一座山 叫做静庭山 虽然不是很高 可山上的景色非常好看 所以李白就经常和朋友们一起爬到静庭山上看风景 一边喝酒 一边写诗 日子过得别提有多快活了 可没过多久 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就结束了 那个时候有一些不听话的大臣带着自己的军队到处搞破坏 整个国家都变得乱糟糟的 李白也只能四处逃亡 一路上吃了很多苦头 很多年过去了 当年潇洒豪爽的李白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爷爷 有一天 李白回到了轩城 又来到静庭山上 可这一次只有他孤零零一个人 他呆呆地看着山上的风景 想着以前快乐的时光 实在也回不去了 心里又伤感 又孤独 于是写下了这首 独坐静庭山 独坐静庭山 唐 李白 众鸟高飞静 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 只有静庭山 这首诗的题目意思是说 独自一个人 停留在静庭山上 众鸟高飞静 孤云独去闲 头两句诗写的是 李白拄着拐杖 颤巍巍地爬到静庭山上 只见山上的小鸟都扑腾着翅膀 高高地飞走了 天空中只有一朵孤零零的白云 慢慢的 白云也飘走了 只剩下李白一个人 李白望着山上的风景 想到自己的亲人朋友都不在自己身边 只有这座静庭山 还一直陪伴着自己 于是感叹道 相看两不厌 只有静庭山 意思是说 李白和静庭山互相看着对方 怎么看都看不够 也只有这座静庭山 才是最体贴 最懂李白的人呢 这首诗里写得最精彩动人的就是后两句 相看两不厌 只有静庭山 咦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吃是怎么写的 相看两不厌 只有静庭山 李白和这座静庭山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好像不用说话 就能明白对方的想法 大家有没有发现 李白笔下的静庭山 像我们人一样 能读懂李白的心情 是不是很体贴呢 哈哈 这是因为啊 李白用了拟人的手法 把静庭山当成了自己的朋友来写呢 你看 李白的亲人朋友都不在身边 连山里的小鸟和天空的云朵都要离开李白 想想都觉得很孤单 只有这座静庭山呀 像一个体贴的朋友默默地陪伴着李白 给他带来安慰 表面上看 李白有了静庭山的陪伴 好像没有这么孤单了 可大家仔细想想 李白不是正因为身边没有人陪伴 才会把静庭山当作成自己的朋友吗 所以 李白这样子写 反而把自己孤独的心情表达得更加强烈了 这首读作《静庭山》正是运用了拟人的手法 表达了世人对静庭山的喜爱 也更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无比孤独的心情 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朗诵这首诗吧 读作《静庭山》 唐 李白 众鸟高飞进 孤云独去弦 枪看两不艳 只有静庭山 下期节目 我们再来欣赏杜甫的诗歌 望月 让我们一起跟随杜甫的脚步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们下期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杜甫的诗歌 感谢观看